怎样才能让食物尽可能保存更长的时间呢 不出门 或者最大化降低出门采购的次数 我们身边的方法能用得上的无非就是 冷冻冷藏防腐剂真空 最佳的健康组合显然是真空冷冻冷藏 真空包装就是抽出气体出养 防止没变 没变基本上都是由微生物冷的货 大部分微生物要生存也需要氧气 当然了 你用塑料袋把它真空束风起来 同时也是防潮防虫 所以真空是大大延长食物保质器的有效方法 家用真空机也不是很贵 还能流通的地方可以先备一个 好像不错哦 那么问题来了 真空组成到底能延长多长时间呢 以肉为例 冷冻起来 非真空保质器差不多也就6个月 真空能保存15到20个月 冷藏非真空也就放个2到3天吧 真空的话能达到10到15天 大米散装的话 夏天也就3个月估计就开始爬充了 冬天差不多也就6个月 真空的话能达到12到18个月 那蔬菜呢 蔬菜真空包装 同理也可以延长2到3倍的保存时间 这里有个关键 我们讲了半天的真空的事情 其实长期保存的大招式 含水量 蔬菜肉米各种杂粮的脱水 含水量低于10% 真空保存 那时间长的就不是一点点了 10年8年几十年都有可能 不过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了 蔬菜水果新鲜不久的东西 倒是可以备一下 有无限期的吗 有啊 麦水盐酱油 酱油是个好东西 化腐朽维神级 让万物有味道 老祖先给我们留了路啊 如果你有啥好吃又保质其长的 记得告诉我们 同胞们加油 常回基地看看 谢谢 再见